今日在海青工商張士大跆拳道女將蘇柏亞 在女子57公斤級奪得金牌 此次多升上一個量級是為了增加對抗性 目前受疫情影響 許多比賽延期或停辦 蘇柏亞保持平常心 訓練不停歇 為奧運跆拳道亞洲區資格賽備戰 也沒有準備什麼比賽 就是讓自己的對抗性可以比較強 可以比較好一點 然後把這次全國賽的缺失 然後回去趕快把它練一下 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有變數 都一直在改變 但是我覺得就是做好自己順其自然 台體大成自宇準決賽對上張士大蘇柏亞 在第一回合變趨於劣勢 且對打時意外手指挫傷 二三回合忍痛應戰 逆轉未果 最終以2比33無援金牌戰並列銅牌 賽後他將加強體能 期盼在14日開打的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台中市代表隊選拔 和12月的選拔賽取得好結果 我對今天的第一場還滿滿意的 然後第二場就失場就還好 體能部分我會先做調整 然後跟對方卡腳的這個部分 我會先把我自己的機力加強 台體跆拳道隊昨日由劉宇 林立凱拿下兩銅 今日則由王靖雪 劉珀全奪得兩銀 以及陳之宇拿下一面銅牌 明日將迎接男子73 80公斤級 和女子62 67公斤級的賽程 記者林金榮 吳婷 高雄報導 列人金榮大